8月底爱玲飓风在美国东部造成灾情 现在两个星期过去 飓风带来的损害还没有恢复 新泽西茨际人协助居民清理家园 康乃迪克州的志工进行勘灾 要尽速展开发放 两个星期了 低洼地区的水还没退 马路向河道交通大大受阻 居民也还是无法清理家园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Bergen Street 这是Hatterton 事实上是这一次 纽约西州水灾最严重地区当中的一个地点 我们事实上过去一个礼拜当中 采访了很多地区 但是这个地区我们目前看到 比我们前两次所采访的更严重的地区 过了没办法 等一下再修了 涉水来到居民家 路上一不小心还爆胎了 志工把自己的车子放一边 只为赶快坐该坐的 新泽西慈禧园在爱林飓风过后持续勘灾 等待着清扫配备前往水退地区 协定居民清扫 基本上他们其实已经都清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只是帮他把墙壁上的一些霉 还有地上脏的东西把它move out 然后呢帮他把地板清干净 然后再帮他喷一点漂白水消毒一下 泡水十几天的地下室潮湿濛热 散发浓浓气味 志工盖起口罩穿起裤腰保护好自己就能安心不出 娘子军擅长打扫 分运起城镇的泡水废弃物也不让须眉 还有头发花白的志工智慧巧劲都在行动中展现 为受灾的居民尽心力 在康乃迪克州当地志工和纽约吉南救助小组 参与当地救灾会议同步展开刊灾 房屋倾斜甚至碎裂冬天堂镇的沿岸地区 因为飓风侵袭碰上满潮受灾严重 市政行政主任陪同志工贸与勘灾 也要齐心协力尽快为受灾居民送来关怀 大家新闻美国综合报道